这盘棋讲解是放虎归山 2016年的金月碑 南米地团赛 红方许云川 黑方是红制 开局是飞向 对着祖中炮 接下来红方形成平空马 黑方形成武器炮 这儿红方上马逢驹 黑方就马跳河口 红方选择是捕驶 必要时候就出驹危险 黑方直接踩掉 希望把中炮发出去 将它移行还位 那么对方选择是平炮 这儿级腰队 黑方是简单换掉 交换掉以后 炮三推一 这部棋就是让你去踩 上马打你 红方的都不踩 黑方还是选择上马 这招棋走稳一点 可以选择马五推六 如果你敢出局 我先打你 这个棋 你要出老将再拍你一下 你知识的话 大不了就有交换 或者不换 炮推二 打马 这棋更狠 所以呢 这奴棋应该先回马 就控制对方的鞠 比较稳妥 实战这个棋 选择上正马 那么对方的鞠 也就从容杀出来 黑方到这儿 选择进足腰队 意思是你要进局吃炮 我就可以将来进局看住 反正具有根 应用过冲 所以这儿的话 这个棋一旦一对局就没钱了 红方当然不能吃炮简化 红方简单 对调 对完之后 黑方打出 红方这部掌局 是为了走一个马二金四 把对方赶走 那黑方的平炮 就有点强硬了 他是准备进炮 打局不愿意走 这个棋应该选择的是飞向 为什么呢 因为到这儿以后呀 他首先要给炮生根才行 那么实战的话 我们看啊 人家就准备赶紧走 如果你先走的话 他有什么棋呢 先走去吃你马 马一走的话 这儿啊 有吃双的可能性啊 所以你这个马也不敢上 所以这个马不能离开 在情况下 这棋就只有宝 宝的话 一蹬呀 就很厉害了 那么将来这个鞠还得闪 那么鞠一闪之后 他这儿退局一抓 就压着马腿 还是吃双 所以你记录起的话 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所以面对这个踩之后 将来有连续手段啊 很厉害的 那么黑方只能通过飞向 我先给炮生根 然后的话 这马腿回 你吃兵来降挡 水来土也 至少没有退局是双的可能性 就这个意思 实战黑方并没有飞向 而是想 趁着对方上马 这个踩马的时候 有一个浸泡打局啊 这个棋走得过于强硬了 结果呢 这个棋啊 红方 你就钻进来 他给你来一招混水摸鱼 你要是打局 他这里一踩 你吃个局 人家一将 还把另外一个局吃掉 所以你等于白丢个中炮啊 这儿这个棋 他就不肯了 那么现在只能退一步 你一退之后 他上马一蹬 现在你平炮还导致这个马 没有点位 也是非常尴尬 所以他就想 我先打一步马 给你换呀 你马一走 我回马 还可以打你的马 想去骗对方一下 这时候 红方也走得非常简明啊 就踩掉了啊 那么到这儿以后 黑方也就去打 那所以这样 其实他为什么不先打另外一个马呢 因为你现在另外一个马 他吃掉你 你再打这个马的时候 他掉软枪头 过来吃双啊 所以就这个意思 那么你要狮子呢 临场黑方意思是 我先打这个啊 你要吃这个的话 我再打这个 反正你只能吃一个啊 你吃这个的话 我再飞向 将来就可以调整机会 就这个意思啊 那么就算你吃这个 我搭不着这个棋啊 将来去逃我新马 你吃掉我再逃 是吧 那将来把这个石像一步 也能跳出去啊 就这意思 那么局面虽然处于下风 但是可以纠缠啊 但是红方这个棋 就没有给他机会 红方并没有去贪心吃 而是先把这个马跳开 现在踩着马是先手 下一步再吃 那黑方还是显得尴尬 黑方也没有办法 他选择的是掌居啊 这度棋呢 是一个骗招 什么意思呢 你不是要吃我吗 我就打相一将呗啊 那么现在你不像的话丢中相 下来之后 我这个马顺势把你马踩掉 还踩着居 你吃香药杀我的时候 我这边可以吃你 也可以呢 掉过来杀你 所以黑方有反击手段啊 红方也是 破为顾气 所以到这以后 这个棋啊 你不能直接吃 打相吃马 但是你也不能换 换了就没意思了 怎么办呢 红方就发现 黑方这个居有问题 刚才我们说到 这个中局的时候 黑方应该先回马 控制红方 左局开出啊 但是他没空 现在看红方 怎么控他的局啊 这儿一上之后 你不能出 他有炮 你不出吧 将来这跳江还抽着局 虽然你有炮 人家一吃炮 这不就危险了吗 所以眼看下 不要吃炮 黑方只好拆炮 那你吃 我就担子炮吧 到这以后 他担子炮的意思 还是在于 打相一将 把这个马换掉 那么红方就不这么吃 红方直接炮打出来 黑方还是选择担子炮 就是这个棋 先守住再说 接下来红方呢 突然走一招啊 炮打 中足 太犀利啊 你要是敢吃 卧槽一将不居仇了 所以你炮要看卧槽 你这个马还受困 不能动 但是你不动的话 这空头炮 你退回去不得了呀 所以的话 只好先上老将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呀 他也不需要去退了 他拘留屏幕更狠啊 如果你要是吃 他杀一将要吃光呀 所以你不敢踩 你不踩的话 那么他现在一推炮 就可以过来抽你拘啊 有这些手段在里面 黑方就先出 那么这儿必要的时候 就是我踩掉你 然后呢 就把拘往处杀 现在红方他先落相 意思在于呢 你现在还不能踩 你现在踩我去吃双 但是你不走的话 我凭炮一将重炮杀你 这些太狠呀 眼看又杀旗 黑方怎么办呢 黑方在这里啊 他选择的招法是 走了个足一进一 那红方这一将之后呀 这个炮肯定不能走 炮走就杀旗 所以黑方只好呢 伪须求全 又躲回来了 这儿一躲之后呢 红方一退 现在就实现了一个将军抽鞠的可能性 你关键这个项还补不起来 那么你出鞠啊 他也是抽你去 怎么办呢 黑方啊 顽强了一下 小卒气掉 红方这个时候呢 突然下出了一步 鞠五平六 此招一出呀 太狠了 进鞠了吃双 现在这个棋就逼迫你表态 那黑方正常的速度肯定是要打马 但是你打马之后呀 他有一个宠炮将军 迎面呢 追杀 所以到这里红之不得不认输 这盘棋下来太痛苦了 曲纶川获胜 这盘棋讲解是中局之王 2006年的金月杯 南北对抗赛 红方是赵新鑫 黑方是王天翼 开局是中炮 熏和炮 就在平凤马真心 黑方上马奉居 红方就威胁中路 黑方呢 先补项 准备呢 找机会补识出鞠 红方呢 就先掌鞠 这儿会形成霸王鞠 所以黑方就踩进来 将来平炮 准备踩炮打马 抢新手 红方当然不肯让对方脱身 黑方就居心 准备形成霸王鞠 强行脱身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呢 可以趁着对方 没有脱身之前 来打击马 看他怎么走 那么你要是往下冲的话 他这个炮火腿 将来就可以利用你 困你的马 对方这个时候 正常如果平击去保 这儿可以选择飞翔 吃着你的足 这个足平的话 那么这里要有一个踩象 趁马 所以红方可以将就计 掌鞠 你要踩象 维持刚好看住 所以黑方的这个棋 他想去 踩这个象 没有机会的 然后黑方就赶快想到一个平炮对击啊 那这样来的话 红方就可以趁机把对方牵住 你敢对击你就是子 所以这度棋啊 纠缠下去 红方还是比较好下的 那么这儿的话 这个棋实战 红方并没有选择 鞠二接二 而是选择了一部拆炮 那么这样的话 黑方就顺势对红方进行了封锁 红方选择掌鞠 那黑方就抛二接二 意思是我将一均把鞠闪出来 那红方当然是不让 先啊 跳进去 黑方呢 这里就鞠一平四啊 先出一步 你要是回马 我就给你对一下 将来你要是啊 再闪击 我就中间一将啊 再利用你 所以的话 红方啊 到这儿 他把鞠先拿过来 这个其实意思就是说 将来他想捕士 又怕对方打将抽鞠了 然后这个平鞠过来 他还负有冰淇淋的手段 黑方这个时候呢 他就退回啊 这招棋可以说深谋远虑 你不是要过冰吗 他可能会将来拉住你啊 那这里呢 红方就先退回 打了一步拘 黑方也是简单啊 进行交换 红方对掉以后呢 黑方吃掉 到这儿 红方可以呢 冲七兵作战 实战金炮打马 这步棋呢 其实没什么用 黑方顺势来了一步打拘 红方飞向以后 黑方堵七足 这儿刚好就看住了 现在这个七也是比较尴尬 走到这儿之后呢 人家有一个进鞠英吃炮的手段 所以你想退居啊 向对方的足在打马 根本来不及 所以没有办法 红方到这儿就冲 黑方也就齐和啊 冲兵的意思是不让你吃炮 那么找机会 向掉之后啊 再围 那么现在的话 他冲过去之后 造成了这个马 拖根啊 没人防守 那这儿啊 就只有上 进鞠又是一抓 红方也只能上马 踩鞠 试探应手啊 看对方怎么走 对方如果平 那么这里其实可以呢 抓炮 双方是一个交换 倒也不怕 如果你要强行打向的话 他还可以踩鞠啊 你再走 他再踩 你走这里 他也是跳马 有挂脚的手段 所以最终这个棋 黑方反而还不太好下 因为你这里闪的话 他将军 这里有一个杀招在里面啊 所以你给他丢掉了 所以在这儿以后 双方必须是一个交换啊 你不能弹相 那换掉之后的话 这个棋我们可以看到 红方当然也不怕这个棋啊 那么做一站个棋的话 对方有可能会直接吃过来 吃过来那对掉 这个棋也不怕啊 所以到这儿的话 这个棋啊 红方是可战的 我们来看实战吧 实战这个棋趁马 红方并没有去采鞠 而是选择平鞠去看 他是想走一个上马采鞠啊 偷袭 但是这个棋 黑方补了个事之后 红方没有后续手段 所以的话 他就把马给采了 希望对方一吃打掉啊 把这个过后组消灭掉 但是这个棋呢 人家先平鞠吃炮 把这个炮一吃 这个马还是痛苦呀 所以呢 红方这个棋就决定上吧 你随便吃一个吧 到这儿以后 这个马上去采鞠 卧槽手段啊 黑方走得比较稳啊 就冲一下 那么看你怎么办 红方一看 那我退一步啊 你吃一个我不要了啊 那正常一吃啊 对方可能会进足 就开始拱马了啊 你马一走就别还丢子 所以红方抢先呢 拱对方的马 但是这个马你也拱不到呀 黑方就上来了 红方在这儿准备呢 穿一将啊 逃跑 那黑方仍然是冲啊 他不管你 你这里穿江啊 他可以落势 现在这个棋啊 红方如果走马就丢炮 索性呢 就把士打掉 弃子攻杀 那这儿黑方当然吃掉 也不怕啊 红方杀一将 出来 然后鞠再穿敌尸一将 上来 这个兵虽然离得近 但是有马 所以呢 红方这个棋啊 将了几军啊 最终呢 他就把这个鞠 拿回来吃马 希望把马赶走 这个兵冲下去杀对方啊 那么这儿的话 黑方这个棋 选择是平鞠过来 他是希望啊 我杀你试一将 然后充足吃马 形成对杀这事啊 这样的话 由于你吃马 你鞠的位置差了 你不能配合这个兵 他这边反而 这个棋速度比较快 你要对鞠 他还多个炮 所以到这里啊 红方必须得先不可视 然后再跟对方对杀 不给他机会 那黑方这个棋的话 就上马 他就啊 准备马 三七二握槽杀棋 红方眼看充兵 没有黑方速度快 怎么办呢 只好飞向 先拦住 那这个时候 你要趁马 他这个鞠兵就很厉害了 王天一到这里啊 也是背水一战 吃了再说啊 那红方当然是点姜啊 对方也就下了 然后再点姜 这就上 最终呢 这个棋啊 这里啊 上来之后 又点了一枪 他的目的是 用鞠来控制夏日线啊 这个兵连冲两步啊 就要突袭 黑方怎么办呢 黑方这棋根本不怕 他有一步推炮回去啊 看住底线 这就尴尬了 红方再冲兵的话 将来就吃掉你 所以你这个兵过不去啊 所以到这儿 只能先把这个阻止掉 找机会呢 把这个兵啊 冲过去 浑水摸鱼啊 然后聚兵配合 从中路投袭 此时的话 黑方直接就选择对局 所以王天忆这个棋啊 走的确实是算度深远 看到这个棋剁两个子 而且你这里没有杀棋啊 他这儿就欺负你 那红方这个棋憋屈啊 他不愿意啊 退回看住中兵 试图呢 中兵过河之后 将来再威胁对方 黑方这里多子 但是目前来看没有攻势 怎么样能够迅速化解危机呢 他选择马三退伍 一脚踩霜 那么红方就想 我吃炮 你要是吃我的这个冰 我把你炮吃掉 这里还有个冰 你也有顾忌 结果黑方呢 他这里啊 走了一步马五进气 确实是意高人大 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不是要吃炮吗 我就给你吃 你不吃的话 你将他顶马 他进炮打你啊 你肯定也坐不住 那么你现在 必须得吃啊 吃完之后 他有什么手段呢 他这边啊 就会有一个上马卧槽 这一招棋啊 就危险了 那么你为了解杀 也只能选择一个知识啊 这玩意识他拱掉你 随时点一将一进足杀棋 你不是都来不及啊 这个足往这一卡 下不一要破石啊 这个棋太狠了 你退居都来不及啊 弃居他这里啊 都不吃你 陈亚军 这这些信心到这里啊 不得不忍输 王天获胜 王天获胜 对我来不及了 我来不及了